買了一件好事 但遇到一個客戶市 未收樓就虧了200萬 那麼 開店? 這個問題是我一個朋友問我的 他在2022年買了一層樓 價值是1000萬 現時的估值大概1000萬 他問我是不是應該開了他 這個問題很尖銳 我應該怎樣回答他 我想了一會 然後決定跟他說一個故事 一個名人的故事 而且是一個挺傷心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就是 雷小姐在2021年豪宅了1.4億 買了四間進行 經歷了兩年半 最後四個買賣合約 是有兩間賣賣 結果當然是傷心有傷心 雷小姐要賣賣 要取消買賣合約 都經歷過一波三次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以第一個賣賣的單位為例 他在2021年5月14日 簽訂了買賣合約 到2023年12月14日 發展商才同意他取消買賣合約 然後有趣的事情就發生了 即是在雷小姐決定賣賣 這個單位的四天後 即是2023年12月18日 這個他訂的單位被人佔了房 另一件事通俗點來講 就是發展商找到下一個第四個位 只容許雷小姐去重新投擾 有人問我 Louis上 取消買賣合約 或者他訂不是買方 單方面就可以決定的呢 可以說是或者不是 都好在乎發展商同不同意 或者接不接受你他訂 假設你簽了正式買賣合約 在一般新樓的買賣條款裏面 都容許發展商有權去追回 重售後的差價 即是我賣便宜了 我要向他追回數 如果我賣貴了 發展商就得到更多 所以在下行時有人他訂賣 其實有法律風險 例如女小姐第一單TART訂廊 她純粹的買入價大概3500萬 純粹的訂金損失的10% 即是350萬 比發展商少了 因為重售單位的新價錢 和她的價格是相差680萬 即是根據一般新款的合約條文 發展商有權去追回重售後的差價 即是一來一回 女小姐有機會損失是1031萬 損失差不多可以扶起一個市區的兩房單位 說到這裏我想告訴朋友 在下行時他不是虧得最傷的 這算是他有安慰 第二件事 真的想著他訂要想好潛在的法律問題 即是發展商有機會追回重售後的差價 這件事就要找律師去幫到他 第三件事他要衡量 現時他買那層樓的樓價有沒有機會回到家鄉 如果有要多久 還有他有沒有一個holding power 他拿著這層樓直到他回到家鄉 如果他主觀和客觀因素都衡量過 樓價真的沒有機會回到家鄉 他訂都是壯士斷備 強痛不如短痛 他就要細心考慮一下 壯士斷備之後的樓血代價 他成不成熟得起 可否認的今年樓市限限 真是蒸發了很多人的財富 很多人都變成了貢子賺 見到樓價跌跌不休 吃瓜的人當然開心 吃虧的人當然是傷心 好像成哥華齋 買樓或者做其他投資 都要量度不來 口中有量 心中不誇 你們覺得呢 今日的分享就是這樣 如果喜歡記得點贊、訂閱、分享 我是這次我的下期見 拜拜